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丑鸭刚刚看完了最近重映的老电影Paris in the Spring 巴黎之春 当然这张电影票纯粹是为了情怀贡献的 因为好丑鸭之前才去过巴黎 对巴黎的春天记忆有心 对话中百万文好丑鸭 这里用到了have been to some place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句型 单独看可能没啥特别的 一旦考试中把他的姐妹们have gone to 还有have been in一起摆出来 这个问题就有点棘手了 为了以后考试中我们能分清这些小要紧 现在就让我们一个个来排查他们的身份 have been to 意为曾经去过某地 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 后可接次数 如once, twice, three times 等 表示去过某地几次 也可以和just, never, ever 等联用 如丑鸭has been to Paris once 丑鸭去过巴黎一次 I have n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 我从未去过长城 和have been to表示的去过不同 have gone to 意为到某地去 说话时,该人不在现场 一般不用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代子 做句子的主语 好丑鸭去大虎家敲门 妈妈妈开的门 说大虎不在家 那好丑鸭就问了 Where is 大虎? 大虎在哪里呢? She has gone to Nanjing 她去南京了 大虎去了南京还没有回来 所以丑鸭和妈妈妈谈话时 大虎是不在现场的 再举个例子 Mr. How isn't here He has gone to Qingdao How先生不在这里 他去 Qingdao了 have been in 和上面两个异比 就显得单纯多了 表示在某地待了多少时间 长与时间段终于联用 比如 I have been in Shanghai for two years 我在上海已经两年了 He has been in London for half a month 他在伦敦已经待了半个月了 怎么样 have been in是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再趁热打铁 总结一下这三个的用法吧 have been to 意为曾经去过某地 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 have gone to 意为到某地去 现在在那个地方 或者正在去的路上 去而未归 have been in 表示在某地待了多长时间 Paris is a beautiful city I've never been there 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Yes, I have I was there in April Paris in the spring, huh? It was spring But the weather was awful It rained all the time Just like London 百万略带羡慕地问 好丑丫之前去过巴黎吗? 丑丫非常开心地 想和朋友分享这份旅行的喜悦 I've never been there 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Yes, I have I was there in April 这里大家仔细品一品 就会发现 鸭子和熊说的两句话 用了两种事态 现在完成时 和一般过去时 这两种事态 我们之前都已经学习过 那么它们在使用时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从它们的定义来看 现在完成时 主要说明过去的动作 已经发生的事 对现在产生的影响 而一般过去时 只强调过去某一时刻发生的动作 或所处的状态 与现在没有关系 举个例子 He has ever seen the film before 现在完成时 表示他已看过那部电影 现在估计不想再看了 He saw the film last night 一般过去时 表示他昨晚看过那部电影了 跟现在没啥关系 熊百万觉得巴黎那么美好 巴黎的春天 应该也是浪漫气息浓郁 阳光照射在马路上 甜蜜的情侣在热情相拥 然而好丑丫给他当头一棒 巴黎的春天 awful 糟糕至极 有多糟糕呢 你想想伦敦的天气 就知道了 好先生三天前 把车送到了修理厂 由于没有车代步 实在不太方便 他等不下去了 登登登 来到了汽车修理厂 想不取车 车是三天前送来的 bring表示带来拿来 只把人或某个东西 从另一个地方带到说话者所在的地方 常用作短语 bring something to somebody someplace 好先生把车从一个地方带到了汽车修理厂 bring the car to the garage 把车带来修理厂 小时候的好丑鸭 由于好太太不让他吃巧克力 他就经常跟熊百万要巧克力吃 bring some chocolate to me please 给我带点巧克力来吧 爱你哦 是那段时间熊百万每天都能听到的话 耳朵都快起简了 后脸皮好丑鸭没错了 bring表示带来拿来 他的反义词take呢 就表示拿走带走 只把某个东西从说话者所在的地方 带到另一个地方去 带去的地方随意 常用作短语 take something to somebody someplace 好丑鸭经常带着书本去大虎家 丑鸭 often takes his books to the house 去干嘛 朝作业呗 好美鸭从小就丢散拉斯 上学经常会把东西拉在家里 最过分的一次 是忘了带书包 所以好太太就take the school back to her 把书包带去给她 也就是把书包从家里拿走 带给好美鸭 啊,yes,I remember now Have your mechanics finished yet? No,they are still working on it Let's go into the garage and have a look at it Isn't that your car? Well,it was my car Didn't you have a crash? That's right I drove it into a lamppost Can your mechanics repel it? Well,they are trying to repel it,sir But to tell you the truth,you need a new car 服务员的脑子转得很快 郝先生一说三天前送来的车 他很快就想起来了是哪一辆 Remember在这里表示 记住、记得、记起 乍一看这个单词平平无奇 其实暗藏商机 经常给我们设陷阱 这个单词是个矛盾体 后面既可以跟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doing something 陷阱就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通常情况下 不定是to do表示的是 未做的动作 记住未做的动作 记住了干什么呢 去做这个动作呗 所以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就表示记得去做某事 强调的是动作还没做 好太太每天说的最多的话 大概就是 好丑呀 记得把门关上 美呀 记得带着书包上学 Remember to close the door 记得关门 Remember to take your school back to school 记得带上你的书包去学校 Remember doing something 和不定是to do不同 动名词doing在这里具有完成的意义 记得已完成的动作 换句话说 就是记得做过某事 强调的是动作已完成 有一次 好太太照常 让好丑鸭记得关门 好丑鸭已经把门关上了 所以她很有底气地对好太太说 我记得我把门关上了 I remember closing the door 我记得我关了门了 作为一只十天零有九天会忘记关门的鸭 好丑鸭这无厘头的底气 让好太太很无语 好先生的车跟着好先生真的是太难了 经常磕磕碰碰 经修理厂度个假 不过这一次的假期 估计会有点长 期限很有可能是永远 因为修理厂的服务员 给好先生的建议是 求求了 换辆新车吧 这辆车被您造的都不成车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